当继父这一点我也是不同 别的暂且不谈 你说你一二十一岁的男人能当好一继父吗 当时来讲我是肯定自己没想过更多的 你还是个孩子吗 对对对 那个年龄在这儿玩 但是当时就实际上就一股劲 我爱他就应该去爱插所有的一切 这孩子现在叫呢 叫我舅舅 因为当我一开始我们俩认识以后 我就一直这孩子一直管我叫舅舅 完了直到后来我们俩结婚以后 他也知道了我说还是叫舅舅 他对你抵触吗 不抵触 我们三口在一起这么多年 就是特别好 就没觉得像什么亲生不是亲生的女生 这孩子现在有多大了 二十一周岁 你今年多少 三十五周岁 大十四岁 叫你叫哥呀 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在家 他跟我说 说王舅舅我手机找不着 你能不能拿你的电话给我 手机拨一个号 然后听证在那 我说好 结果他在厅里找 我去他那屋找 我拿着手机到他那屋我就找了了 找了以后我一看 手机上面写着我 存着我的电话号码 爸爸 叫短视王舅爸爸 所以就当时这 就这里 但是他一直不说 我们并不知道 就是这一下 我心里一下当时就乱了 就更好吗 是 如果只是叫你一声爸爸 可能这爸爸两个字太浅 对 但这声爸爸记在手机里面 像印在心里一样 他早就内心认可你 对 随任何的付出和回报 总能够感动人 对 尤其是孩子 对对对 那么这些年来 这么十几年的婚姻 我相信你们的很多行动 应该改变了自己家人 和周围人的看法了吧 对 这么多年走下来 当时不看好的家里人 包括身边的朋友 现在的态度就是 都是非常发自内心的那种 为我们幸福的那种状态 所以只要用时间来整 所以走过来挺 其实是 确实这么多年走过来挺 挺不容易 真的挺 其实我挺欣赏一个男人 能够在自己的家人面前 保护自己的女人 虽然两权 权衡一下的话 伤害亲人也是不对的 但是一个男人 要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婚姻 而不像有一些男人一样 打着听父母话的幌子 任意让自己的女人 在一些传统的眼光当中 受伤害 对对 你是家里一个单纯 单纯 你呢 我还有一个妹妹 你还有一个妹妹 你妹妹跟你一样男性化 我妹妹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亲姐俩 这是亲姐俩 这个 你长得像谁 脸长像爸爸吧 但我这个后嘴唇 长得像姥姥 有没有怨恨 这个 为什么上天给了自己的 一个这样的 男性化的外表 其实 青春期的时候 有想过 她为什么这么漂亮 然后觉得自己 为什么会是这样 稍微大了以后 我就觉得 就是说 上天 关上了一扇门 一定会打开一扇窗 给人一副好嗓子 对 父母给了我一副好嗓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把他们更多的爱给用 那像你所说的 打开了一扇窗 再唱出好歌 让我们欣赏 好好好 请不吝点赞 alamualaikum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